现在要讲四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就是我们首先要学习 无论我们是要礼拜还是要方斩 还是要做其他任何的工修 都首先要学习 一旦我们要想完成工修 必须要学习工修的细节 我们学习之后要遵行 要立行 要践行 然后我们还要宣教 我们必须要忍耐 首先忍耐学习的过程 要忍耐践行的过程 实践的过程 然后我们还要忍耐宣教的过程 我们如果做到了以上几点 因上了我们后世能够在乐园的先驶旁边会见我们的使者 三郎 三郎 那 我们一直以够的 习光 因为